这是基本素质的问题 你是有素质 你随便 你随便拉拉机是有素质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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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好多天啊 没有人打扫了 你看这边扔的塑料袋子 还有一些衣服啊 杂物啊什么的 就这样随气的丢在了马路的旁边 咋的 台湾处于垃圾 竟然是放在冷库里的 这个货的好痛 我这 四季 提着垃圾在门口等垃圾车 因为台湾实行垃圾不着地 像一个令人感动的场景 一天晚上在台湾的大街小巷 都会有排队 冷酸冷酥的车子 厉害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坤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台湾垃圾分裂和大陆垃圾分裂的差异 可能有的网友会说了 不就是一个垃圾分裂吗 有啥可说的 但是在我看来 这还真值得去做一期节目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台湾网友拍的视频 他们扔垃圾都需要排队 而且还给垃圾吹冷气 这个呀 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然后呢 我就看了看大陆这边扔垃圾 我的天哪 真的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台湾呀 又深深的给我们上了一课 并且啊 也想通过本期的节目啊 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让更多的人啊 去关注环保环境问题 你像 因为有的时候啊 在YouTube上 会刷到一些影片 像什么海龟的鼻子里 吸入了一根塑料管子 小鱼的身上啊 残绕了塑料袋 还有啊 就是鲸鱼的尾巴上啊 有废弃的鱼网之类的等等 这里呢 我呀 还特意的去网上了解了一下 台湾呢 应该是从1990年开始 推行垃圾分类 逐步啊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垃圾处理系统 而大陆呢 应该是在2019年 推行垃圾分类的政策 然而时至今日啊 大陆这边啊 并没有很好的执行下去 大家啊 去扔垃圾 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只要有垃圾桶啊 不管是厨余垃圾 还是可回收垃圾 都是一股脑袋啊 放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 而且更有一些数字比较低的居民啊 直接从楼上往下扔 你们啊 先来看看大陆这边啊 是怎么扔垃圾的 看完这几段影片啊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请看 基本素质的问题 基本素质的问题 这是基本素质的问题 你是有素质 你随便 你说 你随便 你随便扔垃圾 是有素质吗 你随便扔垃圾是有素质吗 你现在为什么不承认啊 你为什么不承认啊 有个老外 你听到 那中国人是垃圾 那那不对 你也是垃圾不是中国人 你干嘛说这样 那中国人是垃圾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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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 骗人 骗人 然后他 他就上次到一个 我们自助的问题 你们都可以听到了啊 大家都可以听到的 这里有珍珠的 我们就在上面放一放垃圾 然后他说 Well very good 人在门口的垃圾 我说跟他们 我们准备带走的啊 我跟 啊 我们准备带走的啊 什么东西 你不要说话 你不要说话 我如果我不是发现了 我不是跟你说 你不要这个样子 你们就是要人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子 垃圾 在这个地方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就有老鼠 就有虫子 是不好的 你那边有一个垃圾 通你煮人垃圾 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都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那你就 哎 哎 看完上面的视频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想 反正 我心里面啊 是五味杂谈 你说就几步的路 下来扔个垃圾 很困难吗 非要从楼上往下扔 数字去哪里了 对于这样乱扔垃圾的人啊 就应该加大处罚力度 罚款呀 罚到他心疼 还有啊 乱扔垃圾的那对母子 你们丢人啊 都丢到国外去了 你们要是真的爱国 就先提高自己的素质 公共场合呀 不乱扔垃圾 不随地吐痰 不大声说话 不插队 先做好自己 面子呀 是自己挣的 不是别人给的 对于上面那对母子扔垃圾呀 网友的评论啊 也是一边倒 我们啊 一起来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 好 首先啊 我们来看看第一位网友啊 是怎么说的 他说啊 乱扔垃圾就是不对 小区物业要重罚乱扔垃圾的业主 为本视频中啊 外国友人啊 点赞 那么第二位网友说呢 保护环境啊 不分国籍 这次老外做的对 支持老外 点赞 那么第三位网友是这么说的 这男的理亏了 想让舆论啊 上升到制高点 故意报警 说外国人骂中国人 好让网友啊 来攻击那个老外 然而群众的眼睛啊 是雪亮的 看到阿姨骂人的气势 公交车上还需要让坐吗 那么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网友 他说啊 这位外国朋友提醒这对母子乱扔垃圾 为国外朋友点赞 外国朋友做的真好 谢谢您 外国老师 您做的呀 太对了 这对母子乱扔垃圾 错了就是错了 知错就改 他呢 还要狡辩 公共卫生啊 大家都需要 需要大家共同的去维护 利己 利人 错了还要狡辩 真的是错上加错呀 最后这两位网友说呢 这次啊 我支持老外 老外说的很对 下面呢 我就实地的去拍摄一些视频 让大家呀 看看我们这边垃圾分类呀 做的好不好 跟台湾比呀 我们真的是差的太多了 这回真是 想追上人家呀 还真不太容易 这次真是 人家在前面跑 我们在后面追 追啊追 追得连车尾灯都看不见 大家好 现在是 6月24号 星期一 晚上的9点38分 下面啊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区的垃圾桶啊 放在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区啊 还是挺 挺老的 这边的房子呀 大概是 九几年盖的吧 挺老的一个小区了 现在啊 我们就往门口的这个地方走 这边呢 是个北门 这个北门这个地方啊 也是每天早上还有晚上 大家上下班走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见啊 这个垃圾桶啊 就在这个小区的门口放着 垃圾桶的上面呢 还写着垃圾分类 其他垃圾 其他垃圾 还有一些回收的垃圾 但是呢 都没有人 按照回收垃圾 不可回收垃圾 还有其他垃圾啊 来进行分类 都是把这些纸壳子呀 厨房垃圾呀 还有那个瓶子啊 一些税务啊 随意的丢弃在这里 而且啊 这个地方 每天早上还有晚上 从这边走的时候啊 真的是 这个味道呀 真的是 没法来形容了 离得很远 这个味道呀 都已经飘过来 让人受不了 那么刚才呀 我们是看了我们那个小区的 然后我们现在呀 再来这边 呃 我们附近的这个小区 我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在马路的 这个人行道上 不对 是这个人行道上 然后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边的垃圾啊 是怎么放的 大家也可以看见啊 这边一堆啊 就是垃圾桶 看这个垃圾也是堆在了马路的两边 而且啊 也是没有分类的 所有的垃圾桶啊 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瓶子呀 还是厨余垃圾呀 还是废纸壳子呀 还是玻璃瓶啊 都在这一个垃圾 都在这一个地方放 然后这个地方呢 每天 呃 大概是凌晨的时候吧 凌晨4点多 3点多 会有那个垃圾车呀 过来把这些垃圾呀 放在那个垃圾车里 这些啊 都没有进行分类 你看那个塑料瓶子 它其实是可以分类的 这个纸壳也是可以回收的 那这还有一包垃圾被人扔在了这个人行道的旁边 那接下来啊 我们再一起去看一下 其他地方的 其他地方的 是什么样子 持上我的小电驴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垃圾 就在这个马路的十字路口旁边 看这个看这个样子呀 这个垃圾桶 还有 这边的这个 垃圾箱 应该是好多天 没有人打扫了 你看看 这边扔的塑料袋子 还有一些衣服啊 杂物啊什么的 你看 就这样随气的 丢在了 马路的旁边 而且啊 这边还是个十字路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呀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是怎么扔垃圾的 请看下面的几段影片 也要垃圾分类 一定要把垃圾分好 普通垃圾跟回收的要分开丢 大家好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令人感动的场景 每天晚上在台湾的大街小巷 都会有排队等收垃圾的车子 台湾人的团结和暗示环境的精神 晚上排队等收垃圾的车子 不仅仅是一个场景 更是一种精神 共同维护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 台北市的环保局 一般每一次清垃圾的时候 会出动三辆车 在我身后的这一辆呢 是一般垃圾清垃圾 那再走过来看到这辆白色 它是厨余垃圾的清垃圾 你要记住特定的日期 比如像一三五 它回收的是纸类 而二四呢 回收的就是塑料瓶 所有的就是瓶瓶罐罐的 然后或者是便当的餐盒的话 我们会请他们是一般 因为这样空间比较贵 那么大 然后塑胶袋的话就是 平面就是塑胶袋跟纸类嘛 那塑胶袋它必须要是 先洗过 然后让他们要干净 然后这样子他们 收回去的时候才好处理 我们自己可以就随手 这样子做好分类的话 你就不用再另外再花一份资源 然后去请专门的人来做回收 是不是不比不知道 一比又被吓了一跳 是不是比我们有素质 是不是比我们文明 那么从上面的影片 我们可以了解到 台湾的排队争垃圾 不仅是为了确保垃圾分类的正确性 更是一种促进社区参与 和提升社会秩序的 民众在规定的时间段内 带着分类好的垃圾到指定的地点 排队等候垃圾车的到来 排队扔垃圾 可以说可以有效的 减少乱丢垃圾的现象 民众们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 去扔垃圾 也可以避免垃圾随意堆放在街道上 保持了社会环境的整洁和卫生 那么又说回来了 给厨余垃圾吹冷气 它可以延缓腐败 减少异味 大家也都知道 厨余垃圾 它是含有大量的有机物的 容易在高温下 迅速的腐败 产生难闻的气体 而且还容易滋生细菌 给厨余垃圾吹冷气 可以有效的延缓腐败的过程 减少异味的产生 保持环境的清洁和卫生 也不至于到夏天高温时 这种味道给大家带来困扰 而且冷气处理 还可以有效的降低虫害 发生的一些几率 也可以保护大家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那么除了垃圾 它吹上空调 经过冷气的处理后 可以保持一个相对新鲜的状态 便于后续的堆肥和资源的回收利用 新鲜的厨余垃圾 还有助于产出更高 更好的有机肥料 排队扔垃圾 给厨余垃圾吹冷气的这些措施 也能够体现台湾民众 对环保的工作的支持 从这些细微的地方 我们大家也可以发现 台湾的这种环保理念 真的是深入人心 台湾在垃圾分立方面 真的是很有创新 吹冷气 给垃圾吹冷气 它体现了技术创新 与实际生活需求的紧密结合 这些创新 不仅提升了垃圾分立和处理的效率 也更值得我们借鉴 和参考 台湾的垃圾分立措施 包括垃圾不落地 虽然在某一些方面 看似是比较繁琐的 但实际上具有重要的环保价值 和社会意义 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垃圾分立的整确性 和资源回收的效率 再往大的说一点 台湾的这种垃圾分立的方法 真的是值得向全球去推广的 点个赞 最后我想用八个字 对本期的节目做个总结 那就是爱护环境 人人有责 还有 如果大陆推行台湾的这种垃圾分立制度 您觉得会成功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